啊 啊 我很驚慎很恐怖 你去闹灯 等待去 為何在學習眾多的校園中 竟然也是魔鬼出沒了幾因鬼地呢 靈異回去駭人的校園鬼話即將登場了 前一陣子呢有一則這個新聞引起了 許多這個學生呢發生了一個 就是說在中部西大的校舍用地呢 竟然挖出了七千多具的人體環 啊 那學校的同學不是都嚇死了嗎 對啊 不僅是如此 而且這個據說這個學校是一個 亂杖鋼改建而成的 甚至連這個宿舍的部分也是 而且呢在那邊的這個 據說啊這個亂杖鋼之前的那個狀況 就好像這猛鬼樂園一樣 哎呦天啊 這個學校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靈異狀況 在學校裡面到底是同學多 還是靈界的朋友比較多呢 今天我們節目都有一個深入的探討 首先為您歡迎我們的外景主持人 裴傑 另外還有我們的靈學專家 龍德法 為什麼這個大學的校舍裡面 還會有這個小朋友的遊樂園呢 到底這個小朋友的遊樂園 是給人玩的還是給鬼玩的呢 對 而且之前呢這個大學裡面也發生了一件情殺事件啊 這個情殺現場的教室之內 到底是不是還有這個亡死的怨靈存在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請看 這還真是很恐怖 一大堆的骨骸就放在路邊 地上隨便找就可以撿到陪葬品 負責監工的人員說 在這工作實在讓人覺得怪怪的 車子行到這邊 要出去就沒辦法發動 一定要把車子吹出去以後才能夠發動 工程師講得會聲會影 這位監工講得更恐怖 這棵老龍樹就是他所謂的樹腰 靈氣的話那個樹裡面的 他長得像傘狀的話 就說他不讓太陽直接照射 大學要把這七公頃的亂葬鋼建為校舍使用 學生們都議論紛紛 本來東大就有很多的傳說 這些校舍再建起來 可能又會多一些靈異的故事 一向寧靜的校園中 居然隱藏了數以千計的人骨 仿若一出人間地獄 而如此眾多的亡者遺骸 是否已讓校園成為猛鬼集中營業呢 想看看 可能整個半山的地方 滑山的地方 可能以前都是一個墳墓的地方 晚上普遍學校都是成為 我們幽靈界的活動的地方 有很多學校就是屬於 我們說的地獄 你知道嗎 葡萄花出來的時候 如果說能分散這些靈 在這邊拒絕的力量 對學生比較好 天氣比較不會你們做 尤其在校園裡面 死人骨骸是否會對學生造成影響呢 針對身體方面來講 金皮手工 對海鮮的身體來說 當然是太不好啦 眾人來說到底不一樣 而且尤其是那種體弱的人 住在裡面當然不適合 除了這七千多具屍骨之外 陳老師更表示 在下面有沒有還沒有挖出來 那大概還有多少在這個 校園裡面 如果說以這片 他們的後面層的山脈來講 可能算幾多萬骨 都有可能的屍骨 那以現在來講 那以現在來講 至少裡面至少要超過 差不多 這樣出來的時候還有幾萬年 還有幾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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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千上萬師們 在地心尚未挖出的人骨 是否就是造成校園中 林育事件頻傳的主要原因呢 神出毀末即將前往校園內 傳聞最多最恐怖的靈異境區 一看不為人知的幽靈記憶 死亡教室 恐怖程度四顆星 恐怖事蹟 滿臉鮮血的長髮泥鬼 曾經鮮血四件的教室 是同學們避之唯恐不及的 生人禁地 這所二樓演講廳 發現一具不明女師 警方立即趕到現場 經過指認確定 這具遭強酸腐蝕的女師 是大輻射生物研究所的研究生 許家珍 經過檢警雙方的明查案 如火風線 查過四檔證據 在3月11號晚上11點 洪小慧終於射案 根據同學指出 洪小慧和死者許家珍 兩人感情很好 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可是兩個人都愛上了男主角曾幻泰 3月7號凌晨3點 洪小慧與許家珍 在演講廳內喊喊 令人想不透的是 為什麼擁有高學歷的洪小慧 竟狠的下手 殺 命案發生後 警方在現場採證完畢 要離開時 通常需要刷卡才能進入的門 突然自己打開了 隨即又跟上 根據研判 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 於是有了靈異的說法 有一位女學生在這裡遭到了謀殺 後來在這裡就傳出了非常多會聲會語的傳說 究竟裡面發生了什麼狀況 導致這裡看起來陰森森的呢 今天我們就趕快來看究竟 他就是最有命運間的 腳 靠近當時面發生現場 A307就是這裡 哇裡面好暗 這裡面能看起來嗎 感覺一層一層的拍子 雖然很空曠 可是讓人家覺得站在這裡面 還是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從剛從外面進來的時候 本來外面很熱 進來這裡 發現還是陰森真正 我想一下 陰森黑暗的教室中 充斥著莫名壓迫的低氣壓 當初斑斑血痕雖然早已不在 然而卻無法抹滅死著冤死的氣息 聽說這間教室在四年多前 好像發生了一個命案 老師那我們剛從進來到現在 我們看到什麼 或者是有沒有感覺到什麼 我一直覺得 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不知是否死者的怨氣太重 不甘得死亡怨念重重的壓迫著 死亡教室中的每一個人 於是檔案小組為了安全起見 只好撤出死亡教室 只留下一台夜視TV 老師剛才那個教室裡面 連氣都喘不過來 沒錯 所以我們只能出來講 老師你剛進到裡面什麼樣的感覺 我剛剛走進去的時候 就是看到那個被殺害那個女孩子 剛好站在路門口的地方 蛤 就在講台旁邊嗎 那個路門口那個地方 就我們剛站的那個位置 對對對 難怪我覺得在那邊 特別沒有辦法喘氣耶 然後我剛剛看到她的時候 她還在哭 她還就這樣子 這樣子 手這樣子倒在那裡 這樣子 你害怕的表情 有很 覺得她很痛苦那種表情 不是很害怕是很痛苦 覺得她很痛苦 就這樣抓著她的臉 那看到我們就這樣 這樣子說 她的怨氣不善 就是想念出去 比如說這個怨氣她死的時候 那種痛苦那種怨 她沒有辦法手續 她就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地方 不能出去 她出不去 那她不能出去 還要在這個地方再離去 我剛剛給她看 她至少六年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還要再待六年 沒有沒有總共六年 總共來這個地方待六年才能出去 而痛苦徘徊於此的亡魂 更在死亡教室裡埋下了 隨時會引爆的臨界風暴 多被影響到在這上課的學生 因為其實剛才這上課時間 我們走過那條牆 的時候發現這個 牆好冷氣喔為什麼 是進去就 氣氛就很滾 就跟我們剛才這樣子吧 衝過去這種冷冷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跟那個悶悶悶 在此死亡的女學生王魂 真的還徘徊在教室中嗎 在無人的死亡教室裡 王魂現身了 在無人的死亡教室裡 王魂現身了 莫非這是不甘以淵死的王魂 哪個名字的無言求助嗎 最大的1.2 幽靈吐射恐怖程度 三顆星恐怖時機 人鬼停住 據說這道宿舍 傳出了非常多的靈異傳聞 本間宿舍都鬧出來了 還有一道隔著陰界雨的劍思 進去以後會跑到便宜地方去 常常有學生這樣走進去 就是走進去然後走 好像是走不出來什麼的 走出來 我們去看看 放春假大家都會回去 那時候 就是隔壁見到我 那時候沒回去 然後早上 那時候春假拿回家 然後問他一個人 然後 睡起來的時候 發現其他人 睡起來還有別人 蛤 是誰 就不知道 不是室友 不是室友的 就說 啊 這東西很大 要解釋一下 結果上面就讓不到 不過今天那個是蠻 日 這個比較 會不會太誇張 是白天還是晚上 那時候 中午還五歲而已 學生要是搬一個人睡 這個人氣就很累 如果被碰到明鬼的話 我們就很難講多 他會去休息一下 晚上就很難 感覺很危險啊 只要想到 如果能睡的話 一定是想死 你 小心 宿舍內 小窄地暗的長廊 使學生害怕不已 卻又逼逼逼 無人的空氣中 正充滿擁擠的 臨界氣味 人與鬼 似乎共同居住在一起 4 3 猛鬼遊樂園 恐怖傳動五個星 恐怖時機 小鬼做爛 因為有傳說之後才建的 什麼樣的傳說 就是因為人設那時候 又研究之後 比較慢回去 他們在研究室 可是後面那會空地 就是常會有小孩吸引 六學要才這樣 聽說就是為了建給那些 那晚上有沒有人敢靠近了 應該沒有吧 究竟為何在大學的校園內 蓋了一座給小朋友 新鮮的遊樂場呢 難道真的如學生所言 這裡是小鬼聚集的 猛鬼遊樂園嗎 然後才走了一小段路 這裡就有一個告示牌耶 偏近互斷遊客 請注意自身安全 代表這個地方 如果晚上的時候 一定來的人更熟 而且可能會有些 狀況發生 這個可能最 那個那麼小的溜滑 感覺上好像是 給那種幼稚園的小朋友 那個啊 還有單槓 可是呢通常公園呢 給人家感覺應該是很空曠 很少看到旁邊會有這樣樹 籠罩起來 感覺上是陰陰暗暗的 而且你看旁邊那種樹啊 那個樹根這樣垂直垂下來 感覺好奇怪好毛 老師你走到這裡有什麼感覺啊 有沒有感應到一些 有沒有很多人現在跟我們站在一起 因為聽他們說好像這個地方 會有一些 傻孩子玩的事 嬉鬧啊 七零 與大學校園中任何一棟建築物 都格格不入的兒童遊樂園 彷彿是一處遭所有人遺忘的異度出現 或許烈熱當頭 白天的兒童遊樂場 看來毫無恐懼指數 為了驗證同學口中的恐怖成文 兩岸小組決定夜叹猛鬼遊樂場 而且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灣某知名國立大學的 幽默禁地 為什麼這麼說呢 據說每當到夜晚 這裡可都是人煙喊止 到底裡面有什麼樣神奇 而且強大的力量 讓這些學生們這麼害怕呢 今天呢我請到兩位同學 分別是A同學跟B同學 聽說不能直接稱呼名字 為什麼 有這樣子的症狀 因為 夜遊的時候 會這樣 會怎麼樣 就是 因為 早上 對 所以其實你們來這裡 還是多多少少有這些故事 對 對 對 有來過啊 有來過 對 那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就很陰森很恐怖 什麼樣的陰森 其實晚上不是尋找都差不多 內心的壓迫感 就 就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同學內心的恐懼 彷彿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因為外警隊出狀況了 尋號不穩 就 訊號這樣 斷斷續續的 下問題是他這個不是收得很到啊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 那是你發射出來的訊號啊 你的訊號有發射出來 他這個不會掉啊 可是 我這邊完全沒辦法 因為他雖然收不到啊 完全沒有啊 他有進來他會跳啊 為什麼會都沒聲音 好奇怪 我們又 壞掉了 但我們要走進去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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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整整年 就了半個小時 到剛才還是一樣 你所有訊號 有時候沒有訊號 但是 到底 希望 讓我們還是說 攝影器材的異常現象 是來自臨界阻止 外警隊繼續前進所散發出的 強烈警告敵義嗎 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眾人 來到了猛鬼遊樂園 你們平常下課會來這邊玩嗎 不會 坐在這邊聊天啊 什麼之類的 不會啊 都不會 那有沒有你們的同學 會來這個地方 應該都不會 這 晚上真的完全沒有燈光 應該沒有人敢來吧 今天呢 我們的A同學 志願坐在這棵 樹下的鞦韆上 他想要來這裡 趕你一下 待會兒 我們前面呢 架設了一台DV 透過這台DV呢 他將一個人 獨自在這個 黑茫茫的樹下 說出他的感覺 那究竟會有什麼 狀況發生呢 一起去看 好 要不要側拍 可是訊號實在 不是很穩定 你非常的訊軟 你的狀況 不知道是磁場的問題 還是真的 我們的機器 或者狀況 現在還是趕快到處 做什麼 就給大家看 我知道 所以我們來救你了 你有跟我們講話嗎 有 我們 機器用了一整天 都沒有狀況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剛才不是在這裡 有時候嗎 你的聲音 一直是斷斷續續的 那 也不曉得 我們的DV 是不是有拍到什麼 比較特殊的鏡頭 我們一直覺得 這邊有磁場在干擾 由於DV的畫面 以及攝影器材 接連莫名的故障 迫使外景隊 終止這一次的改變 難道是鬼魅王良 不願此地的靈界 機密曝光嗎 利用具有特殊磁場的水晶 我們是否能夠 與猛鬼遊樂園中的 靈界朋友 直播一下呢 在這個詭異的遊樂園中 又領藏了什麼 不為人質的 害人幽靈機密呢 我想知道這邊 真的有靈界朋友存在 嗯嗯 如果有呢 就順勢整整 沒有 沒有 你覺得他有個活動而已 有沒有很明顯了 很明顯了 而且越轉越大 越轉越大 你會覺得有東西 在拉那個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的 臨界朋友 都是小孩子為主 或者是像小精靈啊 小妖精之類的 如果是的話 請順時中轉 不是的話 請順時中轉 好可怕 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他就停在中間啦 是耶 這個地方真的是小朋友耶 不喜歡有有外人來打擾你們的 如果是的話請順時的 不是的話請 你們看啦 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他又停住了啦 啊開始了開始了 他們不希望人類的打擾 那想跟臨界朋友說 我今天晚上打擾了 就是 那外景隊可以開始了 謝謝 為了顧及臨界朋友的意願 外景隊盡快地撤離這一片 另一部空間的遊樂場 在看似寧靜的校園中 居然充滿著大大小小的臨界陷阱 同學們 進學校時 真的是蠻奇怪的 每次我覺得 我們一直出外景 只要到那種很陰很陰的地方 我們的機器一定出問題 就壞掉了 你看這一次我們的麥克風 換了又換 換了又換 全部都是受不到陰 好因為學校 感覺上可能因為學生很多 可是我們有去到幾個 讓我們大家都覺得 感覺很不舒服的點 其中之一就是幾年前 曾經發生過命案的那個地方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那一去是禮拜三 而且是他們上課的時間 學校裡面到處都是人來人往 而且很熱 可是我們一進去到那一棟大樓的時候 我們發現 整棟樓幾乎都沒有學生敢在外面走動 而且我們一進去就覺得 哇 這裡是不是空調設計得很不錯 因為感覺上很冷很涼 然後進去空氣又不是很好 味道怪怪的 然後它是一個階梯式的看台 那我們就請老師去感應 尤其是那位 尤其是那位 尤其是當初的那個死狀 還是在那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逃脫那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一個 比方說他 老實說他冤氣太重 他想要報仇 還有他的揚獸之類的問題 揚獸未盡 揚獸未盡 對我們不熟悉的地方 千萬不要亂跑 對 尤其是學生 最喜歡去探險 對 那試驗上看誰的膽量最大 對 那萬一跑到一個 曾經發生過什麼地方 或者還是還有怨靈停留在那個地方的 引起他們的這個不高興 有什麼後遺症 那真的是後悔了 對 有甚麼後悔 然後… 有什麼後悔 就特別是從來 他突然間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